在大选的前一天啊 国道收费员发动了大规模抗争 还霸占了国道一号 那么当时正好又是下班的尖峰时间 车流回堵长达8公里 警方只好出动了200多位警力 要维持秩序 好 甚至还有7个人 爬上了ETC的门架 和警方对峙 那么其中三位抗议人士 他们已经绝食超过200个小时了 直到午夜才全部的撤离 车水马龙的国道ETC门架上 7名国道收费员抗议者 28号从下午一路静坐到晚上 其中三名绝食超过200个小时 就是希望交通部长叶匡石 能够出面回应诉求 为什么叶匡石 你不出来承认错误 高铁的BOT案 资金有问题 你就可以出来解决 为什么对于我们这些老员工 你连一面都不见 连踏出交通部一步都没有 今天是选前之业 你到哪里去普选了 为什么不出来看看我们这些老员工 国道收费员抗议群众 从下午4点集结在国道1号15.5K路段 傍晚有人想要剪断铁丝网 进入高速公路 一度与警方爆发冲突 绝食超过101个小时的收费员表示 如果等不到叶匡石出面回应 抗争将会持续下去 交通部按照劳基法第十一条第四款 他有义务先安置收费员 并且把我们的年资还给我们 在交通部绝食的七八天 他连出现都没有 我们甚至主动去找他 我们都找不到 都完全被警察给封锁 对啊 而且警察还因为要保护他 所以对我们使用暴力 夜幕低垂来自全台各地的收费员 彼此绑在一起 看得出做好抵抗到强制驱离 前一刻的决心 警方表示先以柔性劝说 希望能够在隔天早上前 结束抗争的活动 也出动云梯车与大型气垫等防护措施 要我们再结实 部长再普选 选前之夜 收费员声嘶力竭 为自己的工作全呐喊 在一片选战的烟宵中 要让他们的声音被停键 UDN TV中心尤家伟台北报道